圣中追远 缅怀先祖可以说是传统的伦理价值 建营法师开释 清明时节圣中追远 缅怀先祖是中国人传统的伦理 万法寺秉持慈悲度众的精神 其见清明超见法会 并于法会的中午提供平安灾 给予所有参加的信众大德 今天是万法寺起见106年度 清明超见大法会 清明是我们中国人在5000年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传统 叫做圣中追远 缅怀先祖 没有过去的先祖就没有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这是中国人最好的一个传统的伦理 那今天万法寺也是一样 秉择着佛法慈悲祭祀的精神 今天起见了清明超见的法会 那我们在法会当中呢 有公送了地藏经 明天呢就释放于且宴口 那这个呢最主要就是要明扬两立 让贤王超身净土 现世的福慧增长 身体健康业障消除 从一部的地藏菩萨本愿经 让我们学习什么是孝道 那地藏王菩萨所四限的 以及千百亿化身 从孝道当中来教导我们 供养三宝 恭敬师长 孝顺父母 为自己的父母做出所有的功德 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报恩 孝顺父母就是最大的一个报恩 恭敬三宝也是最大的一个报恩 这也是我们旗舰亲民法会最大的引员 万法寺于4月1日举办亲民超舰法会 恭送地藏经 4月2日释放于且宴口 让王者超身净土 现世的家人能够福慧增长 业障消除 十方新闻黄慧如邓正璞 屏东采访报道